接著問一下本地地產股 有人想問,因為現在是不是特首可以選舉期 現在踏入提名期 李家超也遲我職,就說會參選 有觀眾就問,怎麼看我真的做了特首 對地產股有沒有支持呢? 就主要想問11、13、16和17的 我覺得其實,講真一句,就算這一刻 哪一個真的上場做特首的事情也好 其實對本地的樓價是否這麼大的左右性呢? 當然,它政策上可能會有些影響 譬如你供地、推地或者樓房供應多與少 會對樓價有些影響 但是也是那句,很多時候上任的一些特首 或者是作任的特首也好 始終它推的那些政策其實是比較中長線的 因為其實反過來說,要蓋這些樓房 或者這麼多套的數目,都不是一時三刻的 那所以你說對,會不會因為這些誰上場 一些政策對地產市道即時有個很大的衝擊呢? 或者有些什麼影響或者刺激也好 我覺得就未必的 反而都仍是短期的樓價 或者這一刻的走勢都會直接是繼續受到一些供需 或者是本地的那個樓市需求是有個影響 而這件事來講,其實就意味著 樓價暫時都仍是屬於偏硬 即即是即是你過去 講疫情這一波這麼嚴重 沒有盤推那樣都好 甚至乎交頭是停了都好 其實對樓價都不是說是很大的衝擊 那當然會有一點上落 但是當然變化不大 雖然這樣計算 我覺得對一眾的本地地產股 又不需要說因為 哪一個可能真的會上場 或者怎樣 就覺得這些股買得過或者怎樣 即我想說一點就是 地產市道應該不會一人就可以搞定 這個整個地產市道 所以我反而剩下實際的因素 而除了剛才的樓價暫時屬於硬性之外 那當然本地樓市都要拉上息口 那其實這個都是拉上加息因素 當然其實以加息的周期走出來 我想現在香港都會更加 但是論家的幅度應該就沒有那麼貼 甚至乎那個幅度上說 其實相對還是算是溫和一點的 所以對樓市我想也當然必說太大的負面衝擊 那所以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對一眾地產股 剛才提了幾隻 譬如長實、新容肌、新世界這些 我覺得都是看法上普遍比較正面的 那還有其實這堆地產股 即一堆我想的好處就是股值很便宜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NAV折扣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闊的 都是四五成的 那這個也都會發揮到很大的抗跌力 那還有大部分的地產股 其實都有不錯的一個息率 那這個形成就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進化工、退化手的選擇 那所以我覺得 甚至乎你比對上加息因素 那講一句現在就說 可能美國你加一加到 盡量都是兩、幾、三厘 就是現在有人說是三、幾 那當然做不到就另體 就是平均都是兩厘多度 或者以之前的檢印圖 你就到年尾都是這九的中位數 那我當你兩厘 那其實如果以兩厘這個幅度來計算 現在很多地產股其實平均都有 可能四五六厘的一個幅度 其實你扣減一個差距 都還有三厘、兩厘、三厘 其實都上算吸引 那算是這麼說 無論息率是比較好 股值又便宜 而且價格其實上算比較硬 來計算 我覺得地產股的確都是一個比較好 可能中善一點的選擇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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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